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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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去東京旅行 想吃海鮮第一時間 一定會來足地市場 雖然足地市場裡的海鮮批發 在早幾年已經搬到豐州 但這裡依然有很多好食 今次來到足地市場 我們就以價錢便宜、口碑好 記者試過沒有中伏的標準 精算了四間人氣美食 等大家下次去玩的時候可以參考一下 首先第一間要推介的是中原水產 店舖設有納食區 方便遊客即場開餐 檔口擺放著大量海產 除了大大粒的帆立貝、筆記貝 當然不少新鮮山蠔 每隻650日 即是大概35港元 在日本不算最便宜 但一定比香港便宜 山蠔用日本岩蠔 每隻都有手掌大小 肥美有肉厚 味道鮮甜 一口吃不完 而隔壁的拖羅都相當有人氣 店內人頭湧湧 個個經過都一定幫襯 店主打高資縣大粵丁直送的養殖吞拿魚 每日新鮮湯魚 並供應刺身、壽司、當飯等等 全部賣相都很吸引 記者就叫了一盒大拖羅壽司 成為600日圓 接著不如坐下吃早餐 竹地市場裏有近17間專食當飯的餐廳 每間都大排長龍 今次推介的這間 就隱身在一條小巷裏面 不細心留意的話 很容易就錯過了 店頭每日8時開門 營業到下午3時 所以神早流流已經有不少人在門口排隊等位 這裡最出名的是用竹盤裝著的海鮮當 裡面有齊三款吞拿魚 海膽、三文魚子、虎蝦、帆立貝和習近魚山 賣相和圖片100% match 海鮮全都很鮮味 絕對沒有欺牆 另外如果喜歡吃吞拿魚的話 就可以考慮吃這碗吞拿魚當 當飯表面鋪了赤身、中拖羅和大拖羅各兩片 還有一大球吞拿魚蓉 增添口感層次 吃完還未飽? 那就不如排在這間人氣小吃吧 他們去年才新開業 專賣非常少見的吉列文字燒 吸引了不少本地人前往光顧 門口保持有20人排隊 店家將傳統的鐵板文字燒搖身一面 變成香口炸物 外皮香脆 內裡的文字燒黏口熱辣 另外再配明太子醬和木魚碎 風味獨特 令小店成功在足地打香名堂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小鈴鐺 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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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